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廣州車展的明爵展台上的 在我身旁的這輛車是 曹越青奢限定版 明爵物的曹越青奢限定版 聽到車名大家應該都可以猜到這輛車的代言人是誰 沒錯 就是楊曹越 從外觀上面我們看到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發動機蓋上的拉花 這邊也是有一個拉花的裝飾 其他的地方像是後視鏡 後視鏡本來是跟車身同色的 現在也改成黑色的 車身側面這邊也是稍微多了一些拉花的樣子 所以說這個車的外觀總的來說就是一些配色上的不一樣 接下來我們再到車內看看有什麼不同 來到車內其實這整個車的內飾 還是跟一般版的明爵物一樣 非常的年輕而且動感 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這個車機系統 其實它有很多地方都加入了楊曹越的元素 像是一開機的時候會有楊曹越的動畫 然後另外大家都知道這個斑馬自行系統 它的這個圖標是一隻小獅子 但是現在改成了楊曹越的頭像 如果你是他的粉絲應該會覺得非常的…怎麼講 被你的偶像所包圍 這輛車在動力部分是沒有什麼變化的 一樣是1.5T發動機 搭配了7速14雙離合器變速箱 它的最大功率是173馬力 最大扭矩是275牛米 這輛車的動態我們之前已經試過來了 我對這輛車的變速箱是感到十分的滿意 因為沒什麼存在感 不會有什麼闖動或者是動力銜接不上的問題 總的來說我覺得這輛車的動態表現是十分的成熟 總結一下我對這輛車的感覺 其實之前我剛剛一直強調 我對這輛車的動力表現跟這個動態的感受是十分的滿意 那它現在在加入這個楊曹越的特殊限定版 應該是叫曹越輕車限定版的版本 更能符合這個年輕人的喜好 那目前呢我們在拍視頻的時候 還不知道這輛車的價格 那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這輛車公佈售價的時候 成績車公佈售vellüt 成績車公佈keit 成績車公佈售 成績車公佈售